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景色呢真的是就像一幅风景画一样令人心旷神怡 依山傍水 鸟鸟吹烟 贵州德江的美丽乡间田园孕育出了人们质朴勤劳的性格 出于对山间香野美味的偏爱 德江人智慧地用各种简单食材烹制出许多惊艳味蕾的佳肴 德江人制作牛肉美食为何非要选择摇一摇会发出声音的灰豆腐 你不会告诉我你这是个锅吧 制作特色朝底扣肉 为何要先四处寻找并采集整张蜘蛛网 炖煮肥肥肥腸辣子汤要加入什么样的秘制茄子才能去腥又解腻 哎呦您切这么薄啊 就是要薄啊 一定要薄 本期节目一起寻味山中之城德江县 品味时间带来的匠心志味 在贵州省同仁市德江县 人们对豆腐这种食材独有偏爱 煎 炸 炖 炖 煮 不同的烹制方法制作出多种豆腐美味 各具别样诱惑 德江县全口镇马拉村 出产的灰豆腐远近闻名 是当地的抢手货 而村民大多也都以制作灰豆腐为主业 田桃侠大姐的好厨艺 在附近十里八乡有口皆碑 她尤其擅长烹制一道用牛肉与灰豆腐 作为主要食材的菜肴 田大姐的几位老友远道而来 她准备制作这道拿手佳肴来招待他们 那究竟是一道什么样的山香美食呢 要想尝到美食就要先制作灰豆腐 田大姐让我去找田维敏大叔 她是村里制作灰豆腐的高手 这马拉村远近闻名的灰豆腐是怎样制作的呢 其美味好吃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绿去草木灰中多余的大块残渣 剩余的可迎风飘扬的粉状细灰 才可以用来制作灰豆腐 将白嫩的豆腐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外面裹上一层盐灰 放在阴凉通风处晾制 干燥的草木灰吸收了豆腐块表层的水分 食盐可以增添适度的咸味 约四个小时后 将豆腐块表面的盐灰清洗干净 就要进入最关键的炒制程序了 田大叔说 他会用到一个特殊的秘密武器 来炒这些豆腐块 那会是什么呢 田大叔说 这是村民们为提高炒制灰豆腐的效率 集思广益 共同琢磨出来的特殊炒锅 将之前处理好的豆腐块 装入这个圆筒形炒锅 下方生火 不断转动手柄 就可以开始炒制灰豆腐了 为什么当地人要用这种特制的锅 来炒制灰豆腐呢 快好了 稍微快一点 不要太快了 那为什么快好了就能快点了 它那个温度均匀 摇快点是为了让它受伤均匀是吧 对 我发现 这种特制的炒锅 近乎全封闭的圆筒形设计 可以大大减少炒制时灰尘的飞扬 而用摇动的方式翻炒灰豆腐 也会比在传统大锅中 用铲子翻炒更省力气 我由衷地佩服当地乡民的劳动智慧 经过约半个小时的炒制 当豆腐块一个个变得圆鼓鼓 轻飘飘 好似灰土色的乒乓球时 灰豆腐就炒好了 满满的幸福感 刚刚出锅的灰豆腐吃起来外香里嫩 可当我带着灰豆腐 又找到田桃侠大姐时 她却告诉我 制作这道牛肉灰豆腐菜肴 还需要上山 再去寻找一种关键食材 那又会是什么呢 大姐 你找那宝贝在哪儿呢 宝贝啊 马上就看到了 什么呀 我看看 这是什么呀 找的宝贝 折耳根啊 折耳根 我们大家最喜欢吃 折耳根又名鱼腥草 学名集菜 散发着浓浓鱼腥味的折耳根 定我本是上头 这个味道很好 很难想象 将味道如此奇异的折耳根 灰土土的灰豆腐 与牛肉搭配 究竟能擦出怎样的美味火花呢 田大姐告诉我 做这道菜 要选择精壮的牛后腿肉 将脂肪少 蛋白质含量高的牛后腿肉 剁成肉糜 再将当地人工种植的石壶 南瓜花加入剁匀 接着撒入淀粉 葱花 打入鸡蛋清 加适量粗盐 充分搅拌 至馅料粘稠 牛肉馅就制作好了 清水洗净灰豆腐 田大姐却说 下一步她要挑选一些 会发出声音的灰豆腐来烹制 灰豆腐怎么会发出声音呢 为什么分要挑选会发出声音的灰豆腐 来制作这道牛肉美食呢 可以听到里面有一个像小球一样的东西在里面 也是一个小豆腐 田大姐说 这样摇一摇会有声音的灰豆腐 是因为在不断翻滚炒制的过程中 有一些逐渐失去水分的灰豆腐心 会与灰豆腐皮完全分离 所以在摇动时 脱落的灰豆腐心会撞击干燥的灰豆腐皮 发出声响 田大姐说 只有挑选这种会发出声音的灰豆腐 内力空间更大 才能酿进去更多的牛肉馅 而掏出的灰豆腐心也一点都不浪费 倒入碗中与牛肉馅进一步搅拌 让馅料变得更加营养丰富 把它包进去是吧 嗯 果然跟我想的不谋而合 这要甜特别古才行吗 才一般都行 那咱们这个口怎么封死 那我这个淀粉里面粘一下 蘸一下 用这个破口蘸一下 好 基本就这样 田大姐说 接下来要将酿入牛肉馅的灰豆腐 放入三成热的油中炸制 可是这用淀粉封口的方法真的有效吗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 大姐 你是先炸的口是吧 先炸的口 你要这样说它这封口就不能理解了 它先炸这个口 这个淀粉快速就凝结了 那就起到一个封口的作用 酿油牛肉馅的灰豆腐 在热油中逐渐变得圆滚滚 炸熟捞出后 金黄酥脆的外表下 内里另藏着乾坤 可是之前费尽周折采挖的折尔根 还没有出厂 究竟要怎么用到它呢 只见田大姐将炸好的灰豆腐 再次剪出十字形的开口 折尔根切断 葱姜蒜切碎 与胡辣椒碎 辣椒酱 酱油 少量的清水混合搅拌 搭配成特制的调料汁 交临在开口处 当灰豆腐内里的牛肉馅 吸饱调料之后 如朵朵花儿般 绽放的牛肉灰豆腐 就做好了 接着田大姐将腊排骨剁成小块 辣椒 花椒 八角 在热油中爆香 将腊排骨与灰豆腐 一同下锅炖煮 地道的德江传统菜肴 辣排骨炖灰豆腐 也出锅了 佳肴美传西数上桌 远道而来的好友 纷纷大快朵仪 吃起来非常的香 牛肉灰豆腐 外表微黄酥脆 红辣又人 胡辣椒与折尔根 混合出独特的辣味 衬托着内里的牛肉馅 味道更加鲜嫩 别具风味 一桌丰盛晚宴款待老友 一日的辛勤忙碌 此刻都化为面颊上的喜悦笑容 在乌江畔的德江县朝底镇 当地有一道九富盛名的朝底扣肉 因其制作环节繁琐 想尝到它可是非常难得 那会是何种独特的山香风味呢 制作这道美食为何会用到蜘蛛网呢 我找到了当地会制作这道菜肴的高人 调查这道美味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张大叔 您写的来了 您这忙什么呢 那是西服的 张忠明大叔告诉我 当地人说的胡豆就是残豆 而制作朝底扣肉 需要将胡豆进行加工处理后 变成另一种美味才能入菜 朝底扣肉的味道是否地道 全看胡豆加工是否到位 我很是好奇啊 胡豆会变身成何种美味呢 这朝底扣肉又是如何 与胡豆搭配烹制呢 将去了皮的胡豆淘洗干净 在锅中烹煮约一个小时后捞出 裹上小麦粉再倒入赠中 要蒸制一个小时左右 趁着蒸制胡豆的间隙 张大叔要带我上山去寻找一种 能将胡豆变成美味的关键植物 那又会是什么呢 张大叔告诉味道调查员 眼前的这种开着淡紫色花的植物 叫黄金 采集一些它的枝叶回去 它就能将胡豆变成美味 大叔啊 那这个都是怎么吃啊 这真的是啥是吃啊 这个我就回去就告诉你们 赤日炎炎 一番大汗淋漓之后 终于采满了一整筐黄金枝叶 回到家里时胡豆也蒸好了 张大叔把蒸熟的胡豆 和黄金枝叶一起 带到了一个阴凉的房间 将蒸熟的胡豆均匀平铺在波及上 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那这个护云的目的是什么呢 分到均匀之后发酵的程度好 就更好 搅匀之后你看我们现在还有底部 就是防止黄金 这黄金芽的作用在这体现 对 原来用黄金枝叶将胡豆完全覆盖 放置于阴凉处可以让胡豆自然发酵 四天左右的时间里 黄金枝叶的清香味逐渐进入胡豆的同时 菌丝也逐渐延展遍布胡豆周身 接着要将发酵后的胡豆在阳光下晒干 用回香熬制的水倒入缸中 再将晒干的胡豆倒入搅拌均匀 张大叔说 胡豆在这个缸中经过长达三个月左右的二次发酵 就会变身为当地有名的朝底酱 它才是让朝底扣肉美味的核心蜜料 可张大叔说 要想让缸中的胡豆顺利发酵成功 还要给缸口盖一个特殊的盖子才行 那会是什么样的盖子呢 张大叔用干竹条按照缸的口径围了一个圈 用线绳固定 一个与缸口直径同大的竹圈呈现在我的面前 这是做什么用呢 你看这手啊什么的空气都能吹过去 这有什么用啊大叔 张大叔说 想要知晓这竹圈的妙用 就要和他去仓房的一处偏僻角落当中找寻答案 这个就这么贴住 这个踢起来 贴住 拳 拳 拳 还有紫面纹 在我这儿 这 这 这 再在这儿吗 再转 在这啊 这个 来 还重 还重 这 还有这 再转两条 还有这 最后等于成品就是一个上面什么都不粘的一个蜘蛛网 太有意思了 我觉得在你们这儿 今天玩的东西可多了 原来张大叔制作这个竹圈 竟然是用来收集蜘蛛网的 多张蜘蛛网叠加在一起 缩小了蜘蛛网孔洞的缝隙 这便是张大叔所说的特殊盖子 可为什么要取用蜘蛛网做盖子呢 我现在只敢拿着这边 生怕给它毁了 这个是我们的心血 找了半天的蜘蛛网 哇 弹性真好啊 蜘蛛网是蜘蛛吐司 所编成的网状物 具有极强的粘性和弹性 可谓是大自然中最佳的 捕捉蚊影等飞虫的神器 当地人巧妙地用竹圈 将整张蜘蛛网 搬运到降纲之上做盖子 就是利用了蜘蛛网 这种优质特性 可以有效防止蚊影等飞虫 飞入降纲内 同时透光的蜘蛛网 还可以保证缸内的弧豆 能够受到阳光的照射 加速发酵过程 这东西还真神奇啊 网上一放还完美契合 张大叔说 缸口的蜘蛛网 每隔两周便需要替换一次 可以保持蜘蛛网的粘性 而每逢阴天下雨 就要盖上竹边的盖子 避免淋雨使缸内糊豆变质 就这样小心翼翼地照看三个月 才能最终酿得潮底酱 张大叔告诉我 他得知在县城的女儿怀孕 想吃老家的潮底扣肉和潮底酱 他准备抓紧时间多酿些潮底酱 给女儿送去 我们基本上都不吃过 今天就和他讲百搭是吧 可以的尝出来 它是这个豆子发酵的一个味道 非常的香 发酵充足的潮底酱质地细滑 有微甜的香味 用味道如此独特的潮底酱 制作出来的扣肉 又会是何种风味呢 将生米炒熟至金黄色 磨成米粉 片去五花肉上 多余瘦肉 切块准备腌制 腌制的时候这个酱是关键 还需要用什么 烧酒 这酒多少多 这酒五十多 白酒与潮底酱一比一的比例 混合搅拌后 倒入五花肉中 撒入花椒面 食盐调味 酱油上色 生姜 蒜苗切碎去腥 放入红糖和胡椒面 丰富口感 最后添加米粉 均匀揉搓十分钟左右 直至米粉均匀包裹住 每一块五花肉 腌制入味 与通常制作扣肉不同 炒底扣肉不用事先用热油炸肉 裹好米粉的生五花肉 马放在碗里 直接入锅蒸制 约一个小时就可揭盖品尝 美味出锅 辛苦做好的扣肉 张大叔先给女儿预留充足 家宴开席 我也终于有机会 可以品尝这道难得的山香佳肴了 我觉得干了一天活之后 尝到这个扣肉 特别的幸福这个感觉 色泽金黄的朝底扣肉 格外滑溜嫩弹 米粉与五花肉混合 肥而不腻 咬上一口 柔绵的米粉化于舌尖 淡淡的朝底酱的酱香 流于唇齿之间 繁琐工艺制作美食的背后 是张忠明大叔 对女儿深沉的爱与关怀 德江县城的夜市 一片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 听说这里有一家小店 只卖一道菜 而且还限量销售 生意却特别好 那会是什么美味呢 哎 大姐 我看别的桌还都挺热闹 你知道怎么收摊了 我这里卖完了 因为我们家新娘们就只有一百份 限量款 张霞是这家小店的老板娘 开店这几年 她专心只做肥肠辣子汤一道菜 张姐告诉我 为了保证食客每天吃到新鲜的菜肴 所有的食材 她总是会亲自去乡间置办 她正准备第二天 回德江县复兴镇和宝村的父母家 看望父母 顺便制作一种用于烹制肥肠辣子汤的蜜料 我决定跟随张姐一同前往 揭开她家肥肠辣子汤如此受欢迎的秘密 咱这要去哪儿啊 我们去摘茄子 茄子啊 这个小菜地挺有意思的 风收的感觉这是啊 近百斤的茄子采摘回来 这是要做什么用呢 将洗精的茄子切成薄厚均匀的片状 张姐说啊 每到茄子丰收 她的父母都会帮她 将新鲜的茄子制作成酸茄子 而这酸茄子正是张姐烹制肥肠辣子汤 必不可少的灵魂蜜料 这酸茄子是如何制作的呢 我感觉我做的比你们慢好多啊 你们都切完三个 我都切完一个 将切好的茄子片装入坛子后 撒入适量食盐拌匀 接下来张姐突然起身 从院子里的棕榈树上 摘下叶子 这是要做什么呢 哇 大姐你要这个叶子呀 哇 这个叶子你都可以当不善用啊 这么大个 张姐说啊 当地的土家族人家里 都会专门栽种棕榈树 取其叶子 可以在腌制各种美食时 用来给坛子封口 怎么封啊 你就不懂了啊 啊 然后我们里面还粘了一个东西啊 塑料袋 塑料袋 封上 这个封上 这个塑料袋封上呢是什么呢 啊 当初它不会出来啊 哦 就这样塞进去啊 哦 简单易学啊 啊 非常亲民啊你这个方法 看一下 现在呢 会掉出来吗 看一下没有 显然会 显然会啊大姐 幸亏我没学你啊 我幸亏没学她真的 我要是学她 我的裤子就报废了呀 太搞笑了 张姐会先用塑料袋 盖住坛中的茄子片 再塞入棕榈叶 再将坛子倒扣在 装了半盆清水的水盆中 利用清水将坛中的茄子片 与空气隔绝 有利于茄子片在坛中 顺利完成发酵 而坛中的茄子片 因为有了棕榈叶的支撑 被固定在坛子底部 也不会掉出来 坛子放在阴凉处 约一个月 酸茄子就发酵制作好了 酸茄子的制作并不复杂 但这却是张姐 烹制肥肠辣子汤 少不了的地道 香煎风味 腌制完茄子 张姐又让开养猪厂的表哥 送来了新鲜挑选的猪肥肠 猪后腿肉和猪血等食材 带着之前父母早已腌制好的酸茄子 他匆忙赶回县城 要赶紧为小店里准时而来的食客们 准备美食了 原来让张姐小店远近闻名的招牌菜肥肠辣子汤 是他将家乡的刨汤肉 辣子汤的传统作法 与肥肠相结合的创新菜 刨汤肉是贵州年末杀猪时的传统佳肥 而辣子汤则是德江县土家族九大碗中的开胃菜肥 这让我对这道有着浓郁当地特色风味的肥肠辣子汤的滋味 更加期待了 张姐将猪后腿肉分成肥瘦相间的肉和纯瘦肉 并分别切成薄片 您切这么薄啊 就是要薄啊 一定要薄 还可以吧 但是我觉得 跟我那个比的话 你那个还是要一比 跟大姐这一比啊 我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 我这个肉就 一个是上下不均 另外一个是厚的 张姐说啊 肥瘦相间的后腿肉片 烹饪后的口感 会更受时刻欢迎 这个时候你看一下 这样切出来的话 这个是横的 横的让我们人吃起来 它是棉的 这样切出来 腻着它的纤维组织切是吧 对 吃起来的话是挺脆的 将猪后腿肉分肥瘦 切成薄片后 再将处理干净的肥肠 改刀成段 炸豆腐块 斜刀切条 蒜 姜切片 青蒜切小段备用 油温烧至七成热 分别下入肥瘦相间的猪肉片 纯瘦猪肉片和肥成段 油炸后捞出 倒入蒜 姜 豆瓣酱 再配上贵州特色酸辣椒 提味增香 一股香辣气味弥漫开来 此时再将油炸过的猪肉片 和肥肠段 倒入锅中继续炒制 三种肉和这些调料 配合在一起 烹成出的火花 真的太强烈了 锅中加入盐 花椒面调味 倒入清水 大火烹制沸腾 这时 之前腌制好的酸茄子 要登场了 咱们现在下这个酸茄子 不要太多 这个就是我们下方 太多太酸了是不是 对 太多太酸了 酸茄子酸味极重 只需少量加入 开胃的酸汁 就可以抑制肥肠的腥味 炸豆腐条 吸附着汤汁中 丰富的油脂 收锅之前 最后下入新鲜软滑的猪血 烹煮间 浓郁的肉香 伴随着酸辣味道 飘散在空气中 青蒜段点缀 美味出锅 最后一位食客离店 张杰与家人 也终于可以吃晚餐了 他特意留了一份肥肠辣子汤 犒劳一下 帮着忙活了一天的我 太香了 路口特别软弹 非常有嚼劲 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 猪肉 肥肠 猪血 一锅食材 一锅食材在酸茄子的统合下 各具味道又相互融合 让整道菜肴变得酸辣解腻 开胃下饭 我赞美这个菜 原本做美发行业的张霞大姐 凭借一道创新菜肴 在德江美食江湖 站稳了脚根 他靠的是家乡山野良田中的 食材之先 也靠的是他用心的付出 行在乡间 取自乡间 每一份自然馈赠的食材 经过人们翘首匠心烹饪 都能成就一道道 游子惦念的山香风味 田桃侠和乡亲们 尽心竭力 制作好灰豆腐 期盼这份家乡的美食 可以走出大山 走向更多人的餐桌 张忠明带着饱含父爱的朝底将 踏上了前往县城的路途 怀有身孕的女儿 最是期待 这一份来自家人的关心与挂念 张霞小店里的生意愈加兴隆 这份美味的背后 离不开他对美食的用心钻研 和亲人们的默默付出 或凡或减或难或易 这些令人痴迷的乡土风味背后 都是对故乡的温柔情怀和牵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